韩国瑜镇守高雄平市政 李嘉芬代夫出征前进新北市 铁人行程从中和到三峡 又回到中和 一天跑了九个地区 韩国瑜 放车 韩国瑜 放车 李嘉芬台下热情握手 上了台演讲唱歌 样样来 就是在这个花魁的十月 我觉得今年让大家最开心最高兴的是 我们从北到南 从日到北都高兴 我们看到无数无数的国旗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面 今天白日美丽红的国旗 能够把我们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重新插亮 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这个社会 是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宽宽 孤独 会记得 皆有所用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大家一定要坚强 我们国家虽然现在的经济 地理不振 我相信 你台湾人 比我们国人这么的奋斗 这么的努力 这么的善良 台湾一定会重新迎回 整个亚洲地区的轮盘 台湾一定可以重新 让所有国际人士 看到台湾最闪亮的那一面 李嘉峰回到中和熟悉的地方 并强调是新北的媳妇 努力拉台立委选情 却遭到郭台铭暗酸 是夫人干政 先生选总统 夫人帮忙拉台选情 中外截然 从台湾到美国都是正常的现象 暗酸李嘉峰夫人干政 出自全台湾最有国际观的 企业家郭董的嘴里 让人不禁诱想到了大男人主义 郭董的心态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 美国每天电视 在台湾的采访报道